台湾综艺天王吴宗献的儿子陆西派,吴瑞轩上个月曾一度被推上风口捞肩,他因为女友生病,而在IT上扬言要做炸弹,引发轩然大波。 虽然吴宗献急忙宣布儿子退出演艺圈,但之后公众又竞争了一场世上最快复出的剧情,不到10天吴瑞轩便宣布复出,还举办了一场免费的个人演唱会。 所以,研发网友热议,许多人怕哄他无自知之明,把大伙当喉耍,面对各听习来,吴瑞轩今天九月在脸书上宣布,一前往美国博克利音乐学院念书,没期一年,而这个做法被许多人认为是去避风头。 此次前往美国念书,吴宗献儿子会在维系一年后休学毕业,不过,虽然被外界指指失去避风头,但陆西派对自己的心图依旧没有放弃。 他喊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会继续有新歌,MV的推出,也预计会有陆西派对的Part Hour,而此行,是否是他老爸吴宗献的决定? 陆西派则没有说明,只是透露之前已经有在伯克利音乐学院修学过了,这次回去是为了完成学业,更多是为将来的自己做铺垫,而他本人也承认,自己在闹出风波后,确实成为了最快引退艺人和最快付出艺人。 而面对外界的种种指责,包括举行演唱会遭套空等,吴瑞宣泽谦卑表示,请大家继续用最高标准来审视我,打字太不顾了,剩下的就在音乐里说吧。 网友看到后,大都送上祝福和鼓励,认为谁能无措,应该给个机会,当然,也有人扎心留言,审视你的最高标准,那就是不想再看到你。